这对小情侣将挑战 在空房间里待满50天 挑战成功就能获得 1000万的丰厚奖励 这里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没有任何可供娱乐的设施 只有一张干净洁白的大床 以及每日所需的食物补给 假如两人中一人提前离开 另外一人坚持下来 仍可以得到500万 面对这充满诱惑的挑战 他们究竟能否成功 男人按下开始按钮 挑战也随着倒计时的流动开始了 代入一下 50天后就能一夜报复 真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只见两人兴奋的在房间里边跑边笑 然后又双双躺倒 畅想50天后的美好生活 男人想继续自己的艺术生涯 不用再为无斗米折腰 而女人想要用钱投资 让钱生钱 生活越来越富足 显然一个理想一个现实 交谈结束后 两人开始打探房间内的结构 这里还有一个独立卫生间 但广播中提示他们 不得两人同时进入室 否则将扣除一半的奖金 接着他们又来到每天放饭的地方 点击屏幕后 出来的只是一瓶 能够维持他们正常所需的营养液 男人尝了一口 恶心地说道 这就像没有气的渴望 随后女人又再次查看了规则 每到晚上十点 房间会自动熄灯 意味着休息时间到了 就这样兴奋镜渐渐退散 两人躺在唯一的大床上 开始了这无聊的生活 晚上熄灯后 他们又开始讨论起 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会被监控 于是两人规规矩矩地睡觉 没有做出啥过分的举动 第二天 女人早早地起床 并对着镜子朝自己骨气加油 等男人也洗漱完毕 两人继续聊天 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谈谈回忆 说说八卦 但话也有说完的时候 到最后 两人开始询问对方 刷牙时是先刷上牙还是下牙 无话可说后 女人开启了打坐模式 男人则是紧紧盯着倒计时流失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两人决定找点别的乐子 来消遣时间 例如童年拍手游戏 又比如捉一下迷藏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消逝 两人已经麻木了 基本是零交流零互动的状态 倒计时也进入了第二十三天 就在此时 男人看见了一个小东西 靠近后发现竟是一个小蟑螂 看着这突入闯入的新生命 男人格外激动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强 女人看着他觉得好笑 表示小强看起来好像有点虚弱 于是男人拿出营养液倒在地上 但广播却突然响起 告诫他食物只限他们两人食用 男人无语了 他捧着小强担心的询问 能不能开门放他出去 但没有得到丝毫回应 男人还是决定将小强送出去 却遭到女人的反对 如果按下按钮 可能会让主办方认为 是他们要放弃挑战 奖金就会直接砍半 两人爆发了第一次的矛盾争吵 生气的女人最终决定随他去吧 可刚走一步 小强就被他不小心送去领了喝饭 这个小插曲就这么荒唐的结束 时间又来到了两天之后 这个男人很豪横 狂制一百万 就为了买根蜡笔 原来房间还有一个规则 就是每人可以提前支取部分奖金 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第一次扣一百万 第二次扣二百五十万 男人手拿一百万的蜡笔 随意地在墙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他画得格外尽兴 女人在一旁却是十分不满 没多久整个房间 都被他艺术画作填满 伴随一道横线的出现 蜡笔也终于画为虚无 很快 他们又陷入了无聊 这天女人刚想洗澡时 似乎看到了可怕的东西 他急忙叫来男人 只见一把枪出现在洗手台上 突然出现的手枪 让他们感到有些慌张 于是他们商量着 就把枪踢到了床下 男人在无聊跑步时 广播中突然提示投影即将开始 他马上叫来女人一起坐下 只见男人的前女友出现在屏幕上 对着他开始回忆其往事 这让一旁的女人感到不太舒服 第二个出现的人 是女人的父亲 可父亲的出现 却让他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他躲到角落开始痛哭起来 原来女人从小就被抛弃 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而再次见到父亲时 他已经命不久已 这次视频播放后 女人伤心地一直卧床不起 男人拿来食物给他 他也不肯起来吃一口 可没过多久 他似乎是想通了 起身从床上下来后 走到男人身边 让他再抽一次盲盒 男人说再开一次 就要扣掉250万了 女人表示没问题 让他放手去做 男人再一次来到屏幕前 大手一挥消费了250万 可这次却是一个 没穿衣服的女人走了进来 男人见状有点懵逼 女友让男人脱下衣服给女人 盲盒女人说自己是一名演员 只是被雇佣进来参加这场表演 他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 见此情形 女友生气地转身离开 男人在原地也很是无奈 毕竟抽盲盒嘛 谁知道会抽出什么 女演员看着墙上的话作 感兴趣地和主动男人交谈 很快到了晚上 尴尬的三人挤在 原本就不大的床上 早上女人醒来 发现身边只剩一件衣服 以为对方已经离开 不由地松了口气 可刚进卫生间 却发现女演员原来是在洗澡 刚刚放松的她 心情再次紧张起来 当她洗漱完出来 又看到男人在和女演员开心地聊天 受到刺激的女人 决定自己也要开一次盲盒 男人花了250万 抽了一个盲盒 只见大门打开 一个裸体女人出现在房间里 男人有些懵圈 就在这时女友赢了上来 尴尬的气氛弥漫在三人之间 就这样女演员挤入两人的生活 有了第三者的加入 男人很是开心 可女人却越来越抑郁 今天女人打算动用自己的抽奖机会 她拿到了一瓶药丸 三个人都把药丸吞了下去 药丸药丸 他们要是知道这谐音梗 就知道一定不能吃这个药丸 这不 吃完药丸后的男人 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半夜竟然拉着女演员摸黑聊天 更不巧的是 还被女人抓个正着 一番大吵过后 三人成行正式决裂 女演员也就此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 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女演员离开前 在墙上留下的几行字 却是让女人抓了狂 大家猜猜女演员写了啥 男人极力解释他们俩只是纯聊天 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女人根本不相信 一把就把她推到墙上 她的头被撞得血流不止 男人看着眼前的女友感觉无比陌生 她再次强调她没有做出不忠行为 接着对女人说想要出去看医生 女人却还对蒋经有着执念 坚持不让男人走出房间 因为男人一旦离开 女人还拿出床底的手枪 威胁她不许离开 看到男人还敢往前走 她直接淘添花板开了一枪 但男人没理她 还是选择了按下按钮 大门开启的同事传来提示 奖金降为500万 此时距离挑战结束还剩16天 女人健壮直接跪倒在地板上 开始放声大哭 也不知道是在哀到是去的爱情 还是丢掉的那500万 剩下的日子里 女人每天过得浑浑乐乐 每分每秒都无比煎熬 时间来到最后两天 女人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神情呆愣 她像是不受控制般 朝着按钮缓缓走去 慢慢抬起手似乎是要开门 随后镜头一转 来到了房间之外 最后没有人能对抗过时间 两人都没有获得奖金 却永远地失去了彼此 房间的灯光再次亮起 又一对如焦似漆的情侣 参加了这个挑战 两人显得非常兴奋 你觉得他们会成功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无瑕的房间》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